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段内容中没有任何动作场面以及过场动画 但即便是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情况下 就已经足够让玩家的神经保持高度的紧张了 不久之后我们会来到一个开阔的地方 从那里我们可以俯瞰整个村庄 背景则是被神秘气氛环绕的地米斯特雷库城堡 《生化危机8村庄》的环境叙事 从游戏一开始就给玩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紧随其后的则是紧张刺激的动作场景 虽然《生化危机8村庄》是《生化危机7》的续作 但是其中游戏机制借鉴了许多《生化危机4》的设计理念 当我装备上手枪和匕首之后 我可以通过射击敌人腿部使他们失去平衡并倒地 接着再用匕首对其进行攻击 或者是在完美格挡后一脚将敌人踢飞 由于游戏中的弹药数量有限 所以我选择施展出跑路大法 一路躲避各种老人的袭击 最后我跑进了一所房子里面 然后推倒门旁边的架子来将门口堵死 而这也是另外一个接近了《生化危机4》的游戏机制 紧接着门外的狼人就把门撞开了 并把我扑到了地上 当与狼人的遭遇部分结束后 游戏的玩法则开始慢慢侧重于解谜部分 这能有效地防止玩家进入城堡的路线过于单调 在游戏初期的许多谜题 都有着和其他经典《生化危机》游戏相似的味道 不同的是在本作中 玩家需要和村民们互动才能解决这些谜题 村子里散布着许多小秘密 同时游戏也给我提供了许多前进方向 我本来可以花上大把时间慢慢探索这个村子 可惜前面的蒂米斯特雷库城堡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在经历过一段恐怖的旅程后 我终于进入了城堡 在里面你需要面对深受网友喜爱的 且身高接近290公分的蒂米斯特雷库夫人 以及她的三个吸血鬼女儿 进入城堡后 在一段过场动画中 主角伊森遭受了来自这四位女士残酷的折磨 同时也奠定了虚弱的主角 要被更强大的女人狩猎的基调 但无论你往哪个方向前进 你都会遇到蒂米斯特雷库夫人 或者是她的一个女儿 在你的行进路线附近徘徊巡逻 每当蒂米斯特雷库夫人发现伊森的存在时 她都会发出优雅的笑声 而她慢慢朝你走过来的样子 绝对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你躲避她的攻击时 你必须考虑到她那超长的攻击范围 如果你被她逼到角落里的话 那么她庞大的体型将很难让你找到出路 游戏中有一段剧情是 当蒂米斯特雷库夫人举起爪子刺向你的同时 你需要想方设法打开城堡的一扇门 我个人就很喜欢卡普空的这种设计 蒂米斯特雷库夫人的身高 不仅仅具有非凡的视觉效果 同时还会对游戏玩法造成一定的影响 在你和蒂米斯特雷库夫人正面对之前 你需要先摆平她的三个女儿 她的三个女儿虽然没有她一样高大 但她们的行动更加敏捷 操作也更难以捉摸 这会给玩家营造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恐惧感 虽然她们三个的弱点都是一样的 但因为你和她们交战场景的不同 所以每次的小boss战都会给玩家带来截然不同的体验 这种设计让我回想起了塞尔达传说中的地牢 在那里面 玩家需要使用同样的道具来解决各种不一样的谜题 通过解决游戏内老派但又不算很难的谜题 我进入了城堡的不同区域 作为游戏众多区域中的其中一个 地米斯特雷库城堡的规模大得让人震惊 而在其中迷路 更多的也只是会给玩家带来有趣的感觉 在解决谜题的同时 避开特定的敌人则让我回想起了生化危机期中的贝克一家 然而由于生化危机8村庄中开阔的场景和夸张的角色设定 在实际游戏过程中 我也丝毫没有觉得这是在重复前作的游戏体验 此外地米斯特雷库夫人和她的三个女儿 也不是你在地米斯特雷库城堡中所遭遇到的唯一敌人 在城堡的某些特定区域内 玩家可能需要同时面对大量的敌人 这部分给我的感觉更像是生化危机4 而不是生化危机7 由于所处的区域不同 玩家所遭遇的敌人类型也不一样 比如在屋顶区域 玩家会遇到一些长着翅膀的敌人 所以在体验过程中 我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游戏风格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武器商人公爵在城堡的一楼有一个自己的房间 你可以随时去公爵那里购买武器弹药 以升级装备 在这一点上 游戏再次给了我一种在玩生化危机4的感觉 在逃离地米斯特雷库夫人和她的三个女儿一路追杀后 当我看到公爵的那张笑脸时 我居然会有一种放松的感觉 公爵这个角色的出现 证明了生化危机8村庄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不仅仅只有地米斯特雷库夫人而已 2005年 生化危机4的发售给生化危机系列 以及第三人称射击游戏注入了新的活力 但对于一些中外生存恐怖游戏的玩家而言 生化危机4的动作游戏玩法 是他们不能接受的 而地米斯特雷库城堡吸引人的原因 就是他将生化危机4的动作内容 以及生化危机7的生存恐怖游戏氛围 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 可能前一秒你还在躲避一个巨人般女士的追杀 而下一秒你可能就拿着现弹枪消灭了一群小怪 在试玩过程中 我们在村庄里游览了一个小时 在地米斯特雷库城堡中则游玩了四个小时 而这仅仅是游戏的其中一个章节 如果游戏余下的部分都和地米斯特雷库城堡一样 内容丰富且吸引人的话 那么生化危机8村庄绝对可以成为一款 系列粉丝都会喜爱的游戏